结膜炎 它主要表现的是 结膜的充血 分泌物的增多 以及影响到角膜术 可以出现到视力的波动 或者是有些类型的结膜炎 可以引起 绿泡乳头的增生 以及耳前和下淋巴解的总碳 那出现哪些症状 是根据结膜炎的病因有关的 因为结膜炎大致上来讲 非感染性和非感染性 那么感染性的 往往就是细菌病毒 寄生虫一些微生物的感染 所造成的 还有一些是非感染性的 这样一定不断装 当然是会继续炎的 那么一会儿 是在稳定的